大家好,我是定格水年美 我昨天买了一口 熟铁锅 今天我们就给这个熟铁锅开锅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开锅 锅里面放入一些洗洁精 加入一些水 然后用这个刷子给它多刷几遍 一边加热 一边给它刷 这样的话主要是去掉这上面的锅油 因为这个锅生产它们出来的时候 都会加入一些工业油 大家看一下这个水现在都有发黑了 有点发黑 现在我们换一下 把这个水给倒掉 洗洁精 然后再加一双水 和第一次的水一模一样的操作 锅盐上也要给它刷 多刷几次 刚才第一次刷出来那个水 特别黑 这样连水两遍 现在把这个水倒掉 下面我们搭火 把这个锅给它加热 一定要加到变颜色的时候 这个锅现在温度特别高 小心点别烫着了 直到加热到它变颜色的时候就可以了 锅盐上也是 一定要加热均匀 有点变红了 这地方 锅还是比较厚买的 花了100块钱的大铁锅 哎呦 现在都冒黑了 好了 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下水 这个火一定要关掉 小心点被烫着了 现在把这个水给它倒掉 下面这一步我们给它刷锅 这是我弄的两块这种厚的猪肉皮 比那个油好效果 锅盐上也要给它弄上锅边 现在这个锅特别亮 能热的时候油烟剂一定要打开 打开窗户 肉厨也不黑了 没有锈了 现在给它把这个弄出来再弄第二遍 现在我给它第二次放这个油 放到这花生油 花上油之后 我现在把这个不要的这种菜 给它炒一下 放里面炒一下 这样炒的目的主要去除这个 生铁锈味 这个就是最后的工序了 然后里面放了一些水 再放入洗液晶 给它反复的多洗几遍 这样开锅就好了 然后再放入洗液晶